吃恩恩被读得是哑口无言 知道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就没有再去争辩 今天是意外 像这种意外不可能经常发生 他没有必要为了一件 未来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 跟他争辩 正好车子在这个时候开进了大门 十分钟后 停在了利家雄伟的城堡前 庸人们立刻拉开了车门 少爷 利北爵率先下车 吃恩恩紧随其后 下车后走了一截 他突然停了下来 说道 吃恩恩 我想吃你做的番茄淡面 正好 吃恩恩的肚子也有一点饿了 马上说 行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做 利北爵的心情不错地勾起了嘴角 阴谋只装地下他一个人的身影 好 我等你 吃恩恩去厨房做番茄淡面去了 利北爵则先回房间的方向走去 刚走到楼梯口 一个人已经惊喜万分地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北爵哥哥 总算等到你回来了 说话的人声音甜美中带着一点少女的妩媚 甜甜地 说不出的好听 利北爵却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闲雾地跟他拉开了距离 你是谁啊 为什么会在这里 斯嘉丽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给忘了 还忘得这么的理所当然 怎么会有男人再见过他之后会把他给忘记了呢 何况他们昨天才见过面 他还说要送他红酒 他脸上甜美的笑容差点挂不住了 真怪的一声 讨厌 北爵哥哥 你真会开玩笑 你忘了呀 是我呀 斯嘉丽 我们不是见过吗 之前在宴会上 你弹的钢琴 我给你做的伴奏 昨天早上 我们也在门口碰到过 利北爵迅速地 把昨天没有眼力劲拦住他 自以为是的要送他红酒的锅造女人 和斯嘉丽联系在了一起 眉头拧得更紧了 冷淡地开口 什么事 斯嘉丽身后的女官一听到她这种语气 再一看她一连串的反应 就知道自家的殿下没有希望了 再贴上去 只会被啪啪地打脸 然而作为一个小女官 不可能拦得住 光顾着高兴利北爵记起了她 完全没有注意到 利北爵对她冷淡态度的斯嘉丽 眼睁睁地 看着面若桃花的公主殿下凑了过去 显殷勤 我听庸人说 你特别地喜欢吃番茄淡面 所以亲手做了一份 想要让北爵哥哥试试 结果你出去了 我在这里等了半天 总算是等到你了 斯嘉丽难掩少女情怀 看利北爵的眼神 爱慕得心思明显地不能再明显了 不过 面条已经有点冷了 你等我一下 我重新再去做一份 番茄淡面 她做的 利北爵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只是没兴趣 还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 因为番茄淡面 一直是耻恩恩爱 做给她吃的东西 忽然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女人 说要给她做同样的东西 那种感觉 就像是看到了一个冒牌货 董事笑贫地 在自己的面前晃 还要求夸奖一样 让人看得格外地不舒服 对于让自己不舒服的人 利北爵从来没有 给面子的习惯 博春一碰 直接拒绝 不用了 我不会吃 斯嘉丽还没有反应过来 利北爵不吃 不是因为番茄淡面 而是因为她 她眨巴了一下眼睛 奇怪地说 为什么呀 我听别人说 你很喜欢吃番茄淡面的呀 谁说的 淡默的三个字 夹着山芋欲来 斯嘉丽一点都不为告诉她的人保密 根本就没有犹豫一下 就把人给出卖了 厨房的那个 毕恭毕敬地跟在利北爵身后的保镖 对她的印象顿时跌入了谷底 飞快地看了她一眼 外面各种吹捧这位斯嘉丽公主殿下 多么完美 多么善良 多么好 她还以为是真的好 今天才知道 外面夸得快上天的人 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不止不美好 还很自我 不管那个人为了什么 透露了爵爷的爱好 至少是帮了这位公主殿下吧 结果呢 绝爷一问 这个公主殿下想也不想地就把人给出卖了 这一种要不就是没有大脑 要不就是只顾着自己 不管这位公主殿下是哪一种 她都对她彻底地改观了 就这种人 还想跟池小姐争绝业 池小姐和这位公主殿下比起来 好太多了 至少她相信 池小姐遇到同样的情况 不会去出卖别人 保镖一瞬间就站在了池恩恩的这一边 眼观鼻鼻关心 也不提醒她 冷冷地等着看她的笑话 果然 下一秒就听到了自家少爷冷漠的吩咐 记住她说的人没 等会儿把人给我丢到踢过去 和之前的那几个人作伴 那几个人可是去了煤矿啊 保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马上道 是 绝业 斯嘉丽这才像是意识到了不对劲 有点维持不住脸上纯张的笑容了 轻声说 被绝哥哥 你要把人丢到踢过去干什么呀 我身边不需要把我的消息 透露给陌生人的人 既然她话那么多 煤矿正好缺一个喊口号的 无尽其用 还有 我提醒你一下 我没有妹妹 冷酷 比台风刮脸还要冷酷 斯嘉丽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痛 纯真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丽北决完全一点面子都没有给她留 直接当着她这么多人的面 说她是个陌生人 还把告诉她喜好的人 发配到了国外 这不是公然打她的脸是什么 她之前送面的行为 不就成了个笑话吗 特别是 她还从头到尾地表现得 跟她熟人的情况之下 再直接聊当地跟她撇清关系 说是没有妹妹 这一种 比打脸还要狠了 斯嘉丽漂亮的瓜子脸 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白 五颜六色的毫不精彩 饶使她够聪明 会伪装 面对丽北决这种不按常理出牌 毫不留情地直接打脸 她还是有一点反应不过来 都没有及时想到好的话 给自己制造一个台阶下 就在这个时候 她身后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熟悉的声音插了进来 惊讶地叫着她的名字 斯嘉丽 斯嘉丽 斯嘉丽猛地回过头 就看到了那一天毫不留情绊倒她的女人 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番茄淡面 出现在她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